甚至由教育局幫他們製作出來 放在上面 你們都見了網上有三分鐘 為什麼不可以三分鐘認識《基本法》呢? 或者再短一點 一分鐘認識一條 一場又一場黑暴敲響了管治的警鐘 自九七香港回歸 《基本法》已踏入頒布三十週年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對此感慨萬千 我記得九七的時候 《基本法》三個字 反為當時有些人 非法譜都用《基本法》做店舖的名字 叫《基本法》 不過他發頭髮的髮 其實當時有人重視 但慢慢反為是越來越調以輕心 人人要兩制 個個都不理會一國 是太不公道 何漢權認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民政事務局 保安局和教育局 四局均責無膨汰 如果一場足球賽事 每一個位置都很重要 總有人排隊頭不隊尾 對嗎 對嗎 可能排隊頭 首先都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對嗎 我覺得無論是警覺性、積極性 我覺得要大大加強 曾國偉局長 他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他說過一句話 我也印象深刻的 他說要把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要認真去對待 並且要好地推廣 我認為是一個 作為局長 一個對提的 一個重點的 一個術志 來的 新任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剛剛就任 就被記者問書 問他基本法有幾多條 徐英偉未有回答 事後就被質疑不熟悉基本法 問職更加需要 我都不是法律專家 起碼我都可以說到 基本法是有160條 我覺得他真的要把過去民政局 對於基本法推廣的虧欠 對於基本法推廣的不積極 不普遍 或者是沒有檢討成效的一些問題 他要重新留夜都要溫習的 民政嘛 其實不是單單是青少年以上 要認識基本法的 你老中青三代不用認識基本法嗎 這個民政局很大 這個民政局很大 保安局除了透過警察 執行秩序和法紀之外 有沒有一些更好的宣傳工作 保安局都應該要在這方面去著手 對嗎 舉個例 現在很多激進的政客 激進的立法會議員 或者區議員 去不斷抹黑警隊的同時 都抹黑國家 我覺得保安局 都有必要做出一個 及早預防 在想法方面 在基本法方面 都要幫助推廣 做法會議員 公公道道道 我覺得 在這一兩年裡 教育局對基本法的滲入 用滲透式的推動 他們是欲緊了很多 當然教育局還可以加強 剛才我所說的 一如我提到其他幾個局 全面再去認識基本法 我覺得是有需要的 沒有壞的 你重新再認識 那幾個局 怎樣大家合力去分工合作 社長保短 各自保位去推廣基本法 我覺得都是未來的 要加一些功課 我們要加強力去分工合作 更加強力去分工合作 學會議員 做法會議員 做法會議員 做法會議員